我们始终不伴高僧,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6日1,疫情当前,中国公安处置了多少个李文亮? 2,上海如封城,中国网络惊呼中国与世界经济将完完3 李文亮之思引发迷意痛哭 传人民日报人发敏感到文4,华尔街日报 中国是真正亚洲病夫北京怒斥辱华 5,李文亮被训诫书曝光为众人报心者已冻闭于风雨 图,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1,疫情当前,中国公安处置了多少个李文亮?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于2020年2月6日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网络博弈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安 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告急 网络和社交媒体上言论自由情况也告急 各地因社交媒体言论议论肺炎疫情获罪的案子层出不穷 短短几个星期内案例之多超出观察人士的想象 据推特用户中国文字域事件盘点运营者王先生统计 从公开消息来看 各地因在社媒和网络平台谈论肺炎疫情被公安处置的案例超过200多个 问题是,中国如此钳制网络和社媒自由 真的对减少谣言传播、减少社会恐慌情绪有好的效果吗? 微博微信一两句话就可能被抓下面 是中国文字域事件盘点推特号转发的几个案子的情况 广西隆林县女子韦某因在微博发言 质疑官方数据真实性 说百色才一个吗? 为啥听我妈说隆林这里都有两个了? 她因此被认定为造谣 被警方教育训诫 福建惠安县女子陈某在微信群里说官方报道是假的 是为了安抚民心 实际武汉已经有接近2万人死亡 并说亲戚在武汉上班 她因此被认定为造谣 被警方处教育训诫 1月22日 河北高阳县男子胡某拍摄了两段视频 大意识展示一家卫生院发现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视频发到微信群 被处拘留10日 王先生认为 这些都是典型的因言获罪的案子 王先生认为 这些案例报告的来源都是中国政府或者警方网站 四川网警通报的信息显示 四川有6人因涉及新冠肺炎疫情传谣被依法处理 比如 西中案例质疑11月22日 安月县网民肖某因QQ言论被公安机关处理 她在QQ上说的话是最近新型病毒有点凶 咱川于两地都发现了病例 最近出去各位做好防护措施哈 现成已经死了一个了 卫生院隐瞒了消息 还没有报上去 公安部门经与安月卫生部门核实 认为该信息不实 所以她遭处置 再比如 1月25日 四川德格县网民邓某发布藏语疫情谣言被行政拘留 她的藏文原话内容翻译是 甘兹州、德格县、公亚乡13个人都被遗憾族人传染了 请大家一定注意 公安机关这信息不实 所以对她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中国警方或者政府网站在通报这类案件时 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最早武汉警方已传谣名义训诫的八人之一是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李文亮 中国媒体报道 她12月30日在大学医学微信群发表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七利三的言论 后来更正为其他病毒肺炎 结果被警方认定散播谣言而遭传唤 被迫在警方的训诫书上签字 中国舆论为李文亮等八个武汉人民不平 中国最高法院发文似乎为李文亮证明 李文亮确诊已经感染新冠状病毒肺炎 1月31日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授予李文亮10万元 奖励她敢于发声的特别贡献支持 李文亮似乎已被中国的舆论平反了 她那些因为跟疫情有关的言论而获罪的人哪 未来前景并不乐观 黑龙将新规惩罚谣言升级最高15年 黑龙将最高法院2月3日发布紧急通知 要严打新冠病毒战役9类36种犯罪 其中 第一大类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第一条规定 利用新冠病毒疫情制造传播谣言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 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 触犯煽动分裂国家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最高判刑15年 第四类扰乱公共秩序类犯罪第八条规定 编造或传播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的虚假 恐怖信息 最高判刑15年 推特用户中国文字域事件盘点运营者王先生认为 中国越如此控制言论和信息 会越加大民间的恐慌心理 反而不利于疫情的防控 因为中国人习惯上认为 如果政府要进口控制不让发生了 说明事态很严重 0.2上海如封城 中国网络惊呼中国与世界经济将完完 图 中国致此有27座城市封城抗议 西中温州 杭州 明波等都离上海很近 也是大上海的一部分 这些城市封城后 疫情危机将逼近上海 南京遭决定封城后 网络忧虑上海受到严峻威胁 据东森新闻今天报道 中国大陆27座城市封城抗议 网铺 上海若封了全世界经济完蛋 报道称 温州 杭州 明波等都离上海很近 也是大上海的一部分 这些城市封城后 疫情危机将逼近上海 为了控制武汉肺炎疫情 中国大陆许多城市封城 目前有27座城市进入封闭式管理 今五日PPT上有一名网友问卦 大家期待上海封城吗 恐慌和危险正在笼罩着大陆 身为中国大陆经济中心的上海 可能会面临到空前危机 该报道说 上海号称中国经济首都 拥有2000万的居民 往来人口更是高达数千万 一名网友在PPT发文表示 现在宁波 南京 杭州都已经封城了 上海刚好又被围在中间 是不是代表上海也快被封城了呢 大家期不期待上海封城 贴文一出立刻引来众多网友回复 一旦上海封了 代表中国今年经济也完蛋了 上海不敢封 不然A股会烙塞更严重 封了全世界经济完蛋 据该报道说 目前大陆已有27座城市已经对外封锁 包括湖北省武汉市 鄂州市 仙桃市 枝江市 前江市 天门市 黄刚市 贤明市 士碧市 孝感市 黄石市 清门市 宜昌市 恩施市 当阳市 石燕市 隋州市 浙江省 温州市 杭州市 岳青市 宁波市 河南省 郑州市 山东省 林仪市 江苏省 南京市 徐州市 福建省 福州市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李文亮之死引发民意痛哭传人民日报人发明感道文 图文章来源 法广于2020年2月6日据多维新闻今天报道说 北京时间 2月6日 因感染新型肺炎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抢救无效去世 李文亮这个名字出现在公众的事也不足一个月 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在同学群里提到 华湾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七例三人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 正在进行病毒分行 李文亮被确诊的消息何尝不是李文亮对自己吹哨人身份的一个自证 去网络传播人民日报人的道文 知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 我们伤痛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 微信等中国媒体留言已经及时做出严厉煽消 去网传多维消息 北京时间 2月6日 因感染新型肺炎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抢救无效去世 李文亮这个名字出现在公众的事也不足一个月 2019年12月30日 李文亮在同学群里提到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七例三人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 正在进行病毒分行 2020年1月1日 武汉警方发布通报称 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 在网上发布 转发不实信息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 传唤8名违法人员 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2天后 李文亮收到警方的训诫书 警方认定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七例三人的言论 不属实 1月12日 李文亮因发烧 咳嗽在武汉中心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监护室接受隔离治疗 直到2020年的2月1日 李文亮才在个人微博公布了确诊感染的消息 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尘埃落定 终于确诊了 这则确诊的消息何尝不是李文亮对自己吹哨人身份的一个自证 可如今他去世了 身后还有一个也不幸感染的妻子和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 英形的路我已行进了 当手的道我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你留存 欧摩拉城配不上一人 该文章说 再见英雄 为众人暴心者 已冻毙于风雨 中国微信风传转自称为是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红兵社长的类文 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 我们伤痛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 你从来和谣言无缘 却被迫因造谣而拒绝悔过 现在 因为不信你的哨声 你的国家停摆 你的心脏停跳 还要怎样惨重的代价 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 洞彻东方自封西雅图市委书记发表评论称 日现代的使徒保罗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 英行的路我已行进了 当手的道我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你留存 习近平和其他隐瞒疫情官员应该被审判 中共独裁集团隐瞒疫情 错过了治理疫情的黄金时间 还说不会人传人 可防可控可治 不仅坑害了大量无辜的湖北人 还坑害了其他省份中国人和世界各国 去述梅皮怎么办发表评论 一个国家只允许一种声音 是一种悲哀 还会导致灾难 很普通的公民行使宪法上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 很普通的专业人士微信上的一个善意提醒 就可能被一个派出所以妨碍社会秩序造谣尋 自私而压制并追究刑事责任 神圣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 到了派出所那里 成了废纸 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 我们伤痛于你的死亡 竟不是谣言 你从来和谣言无缘 却被迫因造谣而拒绝悔过 现在 因为不信你的哨声 你的国家停摆 你的心脏停跳 还要怎样惨重的代价 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 洞彻东方 据于A岁权以Q88发表评论 转移视线 投毒的还逍遥法案 500万出逃 没几个染病的 900万留下的 却立马感染百万 没经历 又一波大面积投毒 我绝不相信 一看人家要送药 马上抢先注册 阻扰人送药 从头到尾的人货 武汉病毒所0.4 华尔街日报 中国是真正亚洲病夫 北京怒斥辱华 美国华尔街日报 网站日前 在一篇评论文章里 使用了一个标题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引发涉嫌辱华的强烈争议 也遭北京怒批 据东森新闻今天报道说 中国是真正亚洲病夫 华尔街日报 辱华标题报争议 报道称 美国华尔街日报 网站日前 在一篇评论文章里 使用了一个极为耸动的标题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引发涉嫌辱华的强烈争议 该报道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指 这篇由美国的保守派外交学者 米德·万特·拉森米 撰写的评论文章 使用傲慢又无知的口吻 随着新型冠状病状病毒 疫情蔓延唱衰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前景 但该报给这篇文章 配上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这标题 其恶劣程度更超过了文章本身 况且文章的内文里根本没有出现标题中这般极具侮辱性的文字 该报道只有消息说 就连华尔街日报内部的一些员工 也对于该报会使用这么一个标题感到难以置信 据该报道说 在境外的社群平台推特上 华尔街日报的官方推特账号 以及文章作者米德的个人账号 目前也都遭到了众多华人网友的谴责 并要求该报道歉 然而截至目前为此 华尔街日报并没有就此时做出任何回应 这个侮辱中国是亚洲病夫的标题 仍然撇欧在该报的官网站和社群账号上 消息说 在周四、六日 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这位叫做《汪塔尔拉森林》的作者 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 你的傲慢 天见和无知感到羞愧 俊华春莹接着说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月底公布的报告 2019年至2020年 美国流感剂已经导致1900万人感染 至少1万人死亡 对比这次中国肺炎疫情的实际情况 请问米德先生 你又做何评论呢 5、李文亮被训诫书曝光为众人报心者已冻闭于风雨 图北京时间 2月6日 因感染心形肺炎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抢救无效去世 李文亮这个名字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不足一个月 2019年12月30日 李文亮在同学群里提到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七粒三儿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 正在进行病毒分行 2020年1月1日 武汉警方发布通报称 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 在网上发布 转发不实信息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 传唤8名违法人员 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两天后 李文亮收到警方的训诫书 警方认定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七粒三儿的言论 部署时 湖北武汉市中心医院 李文亮医生 已经确认去世了 下途这是他的病房前 他的妻子 在湖北老家 健康没有问题 曲折李威敖 1月12日 李文亮因发烧 咳嗽在武汉中心医院 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监护室 接受隔离治疗 直到2020年的2月1日 李文亮才在个人微博公布了确诊感染的消息 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尘埃落定 终于确诊了 这则确诊的消息 到底何尝不是李文亮对自己吹哨人身份的一个自证 可如今他去世了 身后还有一个也不幸感染的妻子和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 英形的路我已行进了 当手的道我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你留存 阿摩拉城配不上一人 再建英雄 为众人抱心者 以洞必于风雨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7点 晚上7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支持我们 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澳克兰市应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阅电话510-465-1888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澳克兰市应计时驾赞助